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规律局的珠宝3D设计教学频道 十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 不过这边还是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个简短的说明 首先我们有针对珠宝设计做出相应的环境设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话 一定要点开我们每期影片的完整资讯 然后跟着我们设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环境设定 其他背景知识的影片也都会在这边条列出来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慢慢观看 还有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不错的话 麻烦一定要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接着就让我们进入这一期的主题教学吧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图腾文式 这次我们会利用内建曲线物件的Add-on 快速添加曲线物件来完成这次的文式作品 一开始先添加一个曲线的螺旋线 选这个Torus 先把曲线类型改成Nervous 然后调整Ener做出弯绕的效果 步数这边先尽量减少 步数先设定8就好 增加半径让它变大 再在立轴转转一下 让中线对到Y轴 先大概抓个雏形出来 那这边提醒一下 这条曲线的高低差其实非常大 所以要记得切到测试看一下曲线的状态 直接按Sz 再立轴缩小高低差 形状也再调整一下 这边有两个点哦 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曲线 接着看一下范例的外轮廓 那正面的轮廓是要这样追撞 然后底部要平面 所以这次我们用第二条曲线 当做倒角的外轮廓会比较好做 选Polygon添加多边形曲线 需要的是五边形 X轴放大一点 选回原本的曲线 把倒角改成物体 对象是刚刚的五边形 五边形可以先缩小一些 然后现在是斜向一侧的 要继续调整到只有弯绕处有高低差 把这四个点切齐 然后先用Jerkraft做放射 继续调整 继续调整 这个点记得要做高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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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加一段好了 再來用AutoS做出局部的大小變化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尖端的位置 這個部分要轉成網格以後才能接起來 不過轉換前要稍微讓人線對齊才行 再來記得複製一次留個備份 把它轉換成網格 接著是把尖端接起來 先刪掉這兩段頂點 然後用Bridge把兩端接起來 這樣就是有扭轉到記得調整 要這樣平平的接過來才對 再來做一次loop cut稍微調整位置 然後把這兩段邊線消融掉 接著重新切出分段 分段整理形狀 稍微整理以後我們到物體模式檢查一下 像這邊就還不是很滑順 這種狀況我們可以在兩側選好同樣數目的頂點 然後按右鍵用Loop Tools的Relax來重新計算 讓它變滑順 把五條邊都重新計算一次 但是個給我們滿足處理一下 這邊是休息時 那уйте 請教主 請教主 在這位置 請教主 請教主 感谢观看 接着帮它细分 换成线选取 把五条边的边线皱褶调到最大 强化人角 尖端的部分也是 接着开启着色平滑 准备上材质 那如果要输出列印的话 记得选好两个投射副本 然后Ctrl A把副本转为真实 这次的材质用黄K金 这次的HDRIS这张 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接着来看Render的结果 OK Render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 加入Bender珠宝3D设计的行列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ender Cloud 既支持Bender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